短褲女和藍衣男被大批員警包圍 因为就在几分钟前 女子居然跑到超商内 疑似要偷走行动店员 被店员发现后 同行的藍衣男居然就拿出美工道挥舞 超商店长第一时间报警 就怕其他客人会无辜遭到波及 挺身和对方缠斗 过程中才遭男子挥拳 造成皮肉伤 索性最后有热心民众 见义勇为 辖聚警方快达部队 五分钟内赶到 才成功将闹阵人压制 这起一四强超商的案件 就发生在苗栗县通宵镇五南里 台一线约139公里的超商内 这回多亏警民合作 才没有让伤害扩大 警方第一时间将涉嫌气到女子 以及同行迟到男子 带回警局侦办 要尽速厘清整起发言动机